11月13日是娱乐圈的大喜之日,也是大忙之日 众明星好像商量好了一般,纷纷自爆喜事 有在一起的,有结婚的,好不热闹 娱乐版头条,5分钟一贯的频率也令娱乐小编们哭喊泪绝案 与小编同样悲伤的要主汪峰了 当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新单曲的他 再度成为了被抢走头条的凄凉背景 汪峰不但没能情节这首被他誉为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首歌曲抢占头条 还遭到网友恶搞,甚至搬出情提萨贝宁大呼叫号 在小大的微博上纷纷以大仇以报四个自刷屏 有网友调侃称,这其实是萨贝宁与几位明星训谋已久抱不翁风的阴谋啊 当天凌晨,吴庆龙在微博公开与刘诗事的恋情 并请求外界局域自由的时间与空间 实施交称回应,谢谢大家关心,我相信上天会给最好的安排 四页若西率先引领当天的喜事潮流 接下来杨幂在微博求祝福 拆出了一张两人带婚季的照片正式宣布结婚 刘凯薇转发该微博并宣布将于明年1月8日举行婚礼 随后,网友又发现在《甄嬛传》中扮演华菲的奖心 与在步步惊心里扮演过时爷的叶祖心 也在光棍节当天曝光了恋情 天涯四美之一的乔正宇不甘落后 大方承认已有女友更发表了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谢谢你让我脱光的获奖感言 这四季众权似乎还未解晓洒满腔愤恨 于是有媒体爆料高原院怀孕两个月 去年已和赵又廷领证 年底则会在台北完婚 但此消息遭到高原院方否认 娱乐圈暴起风潮还刮到了台湾 鬼鬼无印节也凑热闹公开和季亚文的恋情 虽然事后鬼鬼称是虚报恋情 但依然抢占了头条位置 更不用提与杨幂同样身为似小花蛋的王乐丹 成定婚后秒删微薄 浮夸大批网友好奇心 人肉他的准老公 以上亲民艺人成功招惯神龙 许愿不让汪峰上头条 独行缺火的汪峰自然没能逃脱厄运 整天翻看网友评论的他 还还为身边有人说误在意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汪峰第一次被抢走头条了 9月13日汪峰宣布离婚 当天撞上了天后王妃与李亚鹏离婚 11月9日 汪峰在演唱会上对张子怡公开8分钟的甜蜜表白 却巧遇当天恒大足球夺亚冠 这次汪峰发布新单曲 再次被其他明信的喜事想去了风头 见过大场面的网友纷纷调侃要帮汪峰上头条 最终张子怡出马了 在微博里为男友打气 所有的这些早破都会消失 只有你的声音会留在这个世界的心底 加油my music king 子怡的一番加油终于帮助汪峰登上头条 却依然难免被网友恶搞的命运 my music king我的 indie 第二天各个报纸也相当给力 不仅给了汪峰头条 还有的大方给了头版 汪峰不管离婚告白还是发新单曲 当天总会有爆炸性头条出现 在此小编总结出一句 居下旅行被被扔言 出门看雨神 谷笑看亮影 头条看风歌 东新娱乐整理报道